我跟他只是朋友 而且 他刚结束一段感情 你放心 无论你喜欢的人是谁 他的条件是好 是坏 外公都不会反对 我不会再跟过去一样 因为固执而失去疑心 既然我保证不干涉 那你愿不愿意跟外公 透露一点那个女孩的事情 其实那个女孩 你也见过 是严大风的妻子 谢福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其实很不好意思 请客位 对对对对 谢谢 应该是那个女孩 希望上一次 中药除臭话的事情 不会影响你们两个的未来 他知道我最近跟失散多年的外公相遇 但是我想他应该还不知道 我的外公 就是巴瓦棠的死对头 我跟严云高 斗了快一辈子 没想到 我们的孙子 也躲不过这个宿命 董事长 关于上次那批破的事情 想要跟你报告一下 你们慢聊 我待会送你回禀 冯杰 你不要走 等外公走了以后 我的事业 通通要交换给你 所以这件事情 迟早你都会知道的 说吧 王老板 本来说好 要让我们处理的那批货 他们打算收回 福满山那批账目 是不是 他们已经找到买家了 岂有此理 我们都把消息放出去了 怎么现在他们说 要自己卖呢 好 我知道了 我跟他们在里面 下去吧 是 怎么了 上一次 中药厨重化的原料出了问题 让我们的商品 延误出货 所以 欠了八把堂一笔 庞大的违约金 那个时候 公司的资金 在周转上又出了问题 如果还不出来 十五堂 就要宣布信用破产 所以 不得不再去找一些 那些朋友 请他们把那个招募 帮我处理掉 等我转走之后 我就可以变现还钱 处理张目 是三老鼠 被大宝堂逼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得不跟以前的朋友 再接触 我真的不忍心 看到我苦心 经营几十年的事物堂 就这么毁了 如果我告诉你 阿妈的意外 跟那些人有关 你会怎样 任何伤害 性前的人 就算是我拼了命 赔上所有的一切 我也要让他们尝到更大的痛苦 那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 违法滥杆 让很多人失去家人 家人全毁 也许你认为 跟那些人合作 可以暂时 延续四五堂的经营 但四五堂研发的药物 是为了救人 如果为了研发那些药物 反而牺牲更多人的性命 四五堂的存在 就失去它的意义 你刚才不是说 关于谢伯恩的事情 有什么帮我上的吗 有什么我帮得上的忙的地方吗 我相信你的手上 一定会有那些其他的犯罪证据 我希望你可以把那些证据交出来 将他们神之以法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慎重思考 那请你给我一点试验 让我考虑一下 我答应你 郑长 你爹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你记得 我参加完你的婚礼 烟大夫不送安回来吗 他就痛来啊 这样讲 郑长 我直接送你回福满山吧 不不不不 那太厉害了 咱这啊 咱这货车坡都已经卖好了吗 不麻烦 郑长 其实是我有事情要麻烦你 你从小看福满长大 一定藏起他老家吧 是啊 我想要帮福满重建一间一模一样的老家 但这是我要给他的精神 请你务必保密 这个是重建的费用 不够的话 就跟我拿 哎呦 哎呦 个儿 好 看你这么又行啊 还要把你这个忙 还得绑到底了 过来啊 小主你哭啊 还能够嫁给你这么一个 这么好的老婆 你这一辈子也做起来 你这么起来 森长 要给福满幸福 我做一辈子都不够了 虽然我现在 只能帮他重建一个老家 但是我相信 只要他一直在我身边 总有一天 我一定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为了完成 大夫的生命 也要想完成你的行愿 所以回到山上之后啊 就找了工人 叫他们日夜干工 一定要把春祥这个旧房子 给盖起来 你看看啊 这个都是做一天的玩笑 你看对不对啊 是啊 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床 以前我们三个人啊 都只在一起睡觉 那时候觉得好景哦 我们老板也一翻身 就掉从底下去了 拜托小姐 八百年纪的机种 哪有零件犯呢 请你放尊重一点 严大夫先生 这台电视机啊 可是我爸爸妈妈 当初在中央工会的时候 抽奖抽中的耶 不过来啊 刚刚刚刚看了几桌会哈 这严大夫说给你离婚 哎 他又说要给那个什么新闻 不不分手 哎 他怎么能够这个又离婚 又又分手的啊 他还说要放弃这个八宝堂的继承圈 可以 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还说他要挡着富有的严大夫 郑长先生 他要放弃八宝堂的继承圈